健康饮食 服从口入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铁峰 首先请出大家的老朋友 国家高级营养师 您的健康管理专家 袁老师 袁老师 您好 铁峰老师 您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同时欢迎两位健康观察员 作业完成得不错 咱们两位今天都是有备而来 那是 我今天特别有信心 今天我带来的营养菜 肯定是滋补佳品 一定赢了 孟主 你那个太贵了 看我带这个 五红汤 我觉得这个最好 别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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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谁带来的营养菜更好呢 得先给大家看看 孟主 你带来的是什么呀 哎呀 我带来的这个可厉害了 燕窝羹 孤独美容 还能提高免疫力怎么样吧 老师 我得纠正一下 提高免疫力的说法 不准确 首先免疫力不是越高越好 免疫力要平衡 对吧 孟主这燕窝羹啊 这是非常精味的补品啊 嗯 是你自己做的吗 当然 不是了 你看这个都说燕窝女人吃得特别好 我时不时呢也会买一些这种瓶装的 即时的燕窝来补一补哈 但是价钱确实是有点高 就这一小瓶 一小钟哈 大概就是八十元左右 还有一些那种鲜炖的燕窝的品牌 就这一小钟能卖好几百呢 确实是 太贵了 太贵了 是啊 哎呀 这吃一次花八十多块钱 吃一次问题不大 但是滋补这事它不是一顿的事啊 对不对 这要是每天八十多 这花销得什么样啊 要说这燕窝贵啊 说句实话啊 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我记得自打那个资料上好像显示 明代以来 这燕窝就开始被食用的时候 就是传统的名贵的食材之一 对 我们管这个美食的极致叫什么呢 叫山珍海味 对 这山珍海味又被分为上中下三品 里边各包括八种材料 而刚才我们说摆在桌面上的这个燕窝 它就被列在上八针之中 是昔日的宫廷御膳 我认为啊 具有相同功效的食材有很多 不光非得是上八针下八针 平价食材它也有一样的功效嘛 这话说的我爱听 别看我昨天给两位观察员留的作业 是寻找滋补营养菜 但是我今天呢 真真正正要做的是 帮大家呢 找到平价的滋补的食材 那燕窝里头的蛋白质含量 看似很高 但是它低于豆腐皮和猪皮的含量 所以呢 我们想要找到更好的营养替代品呢 也不是很难 孟竹啊 待会儿啊 我就给你找一种平价的食材 你就可以天天吃 而且这里头的营养成分 我告诉你 赛燕窝 这阮老师啊 我发现大家呀 对于这个滋补营养的食材 真舍得花钱啊 一说什么东西好 那燕窝我见过 这一年一年的买半卡 哎呀 但是资补品啊 被商业化之后 这价格我觉得绝对是虚构的 我们节目当中 提倡的是让大家 把家常菜做得更营养 而且想要评价进补 它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在今明两天的直播当中 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说说 资补营养食材里的那些毛利 这个一定要说一说 是吧 容老师 我想我们今天口令就给它定下来 叫什么呢 评价食材赛燕窝 你看怎么样 哎 这口令不错 可以啊 可以可以 那就定了 哎 铁峰在这提醒大家 集口令营养里的活动 依然在进行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内容 你一定要记住 大家现在呀 赶快拿手机 准备配照 或者用纸笔来记录啊 这次集口令 赢好礼 咱们怎么玩呢 方法很简单 就是昨天前天播出的两期节目里 已经分别出现了两条口令 第一天的口令是猪皮也能替鱼吃 第二天口令是家常美食赛海参 今天这条口令内容是平价食材赛燕窝 这是三条口令 那么第四条口令呢 在今明两天中午十二点的直播当中 公布给大家 集齐了这四条口令的人 你再邀请两位新朋友 扫码进群看直播 然后呢 由他们在群里 报出您的真实性命 您就能收到 揽牧组为您精心准备的健康大礼 包邮道家 听话老师 您看啊 那些今天他刚看节目 他也没记住 就是前两天咱们节目当中 播出的那个口令 可是呢 又想参加这样的活动 那怎么办呢 这样啊 看今明两天中午十二点直播 中午直播的时候 我们会把已经出现的口令 给大家再说一遍 重复一下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我们中午的直播 然后呢 您也可以把这四句口令 发给您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也扫码进群发口令 这样不花钱 就能收大礼的好事